除了內地、澳門和台灣之外 所有全球各國的國家和地區 我們都會發出紅色的外遊警示 換句話說香港居民是應該不要再去外遊 入境亦都有限制 除了內地、香港和台灣之外 所有抵港人士都要接受強制14日檢驗或者醫學監察 星期四凌晨零時生效 現在由內地入境香港已經要強制檢疫14日 擴展到所有海外入境人士之後 他們要家居隔離 不會獲安排入住檢疫中心 政府說是因為檢疫中心數目有限 要預留給確診病人的密切接觸者等高風險人士 現在還有大批香港留學生制留英美 政府上週五會見國泰航空高層呼籲加開航班 而國泰在今週將會加開由英國倫敦和曼徹斯特 和美國各地回香港的航班 並且會用大型飛機 港府亦預備了6.7萬個口罩給航空公司 派發給搭這些航班乘客 海外入境者強制隔離措施 澳門早一日已宣布實行 李大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港師陳偉強認為 本港防疫工作比澳門晚一步 澳門政府先知先覺做事果斷 而林鄭政府就猶疑不決 他又建議本港應該跟隨外國全面封關 來防止社區大規模爆發 東網記者黃明彤報道 我們要先聽《 Minerv CO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